林 stitcher 大家好 欢迎大家 和欢迎网上的网友 今天2024年第一个主日崇拜 首先我祝大家 2024年大家都用身体健康 最近很多很多人病 包括我自己 我还记得去年的2023年第一个主日崇拜 又是我上来了和大家讲 叫你们比拟开始�设吧 新目标,先玩,先吃,但今年我有进步了 今年我决定大家说,因为上周主日崇拜,1%敲醒了我 所以大家记住,很重要,由今年开始就要定下一些目标 如果你说哪有idea,你就听着我现在说给大家知道有什么好介绍 第一个要说的,当然是1月新的网上灵修课程 今期叫做天国的大合唱,主题是神之国,即是天国 在新约的圣经里面,由第一章的马太福音到最后一章的启示录 都是不停宣讲这个新的福音和我们的君王 所以大家记住留意,1月份的零首文章很好学习 讲到学习,我们去年有一个叫做二四周五查查经 大家有参加过的都有印象,是会从星期五八点钟开课 他们说服货了 这次仍然都是由例先,大家用这个Swedish method 去教这个离希米记的下半部 所以大家参加过的,未参加过的 或者我来过几次的,都无所谓 新的一年,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这个很有互动 很有趣的查经班 保保你有新的体验 讲到这个主日学查经班 有点少得五目的成人长者课程 新的一期,大家都看到了 主题叫做正修和个人成长 一年六课,就是单日的主日学 中文崇拜之后举行的 今次有点少许不同的就是 因为这个是属于这个 我都要看清楚 是叫做熟灵导引课程 所以只可以实体进行 所以我们就不设置zoom的 门不会有zoom 所以大家一定要每一次回来参加 这个就是唯一不同的地方 你好像说了,你讲了三个好像漏了些东西 没有,我不会漏的 大家期待已久的Mark Sir 最受欢迎的网上考古课程 我们仍然2024年都会有的 但是,开火日期容许我卖个关子 大家记得密切留意我们的社区 不是社区,社交群组 我们稍后就会公布这个开火日期 和报名的详程 所以大家想继续参加这个Mark Sir 就要留意了 我说到这个主日是新的2024年的一年 都很想大家作为这个教会一份子 都好好去养成一个新的习惯 请大家懷着一个学习慷慨 和感恩的心去做出奉献 养成了这个习惯之后 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教会、事工 和我们的所有要做的事情 今天中文崇拜之后 我们仍然会有英文的崇拜 所以现在大家树起耳朵 留意Mark Sir 1%原子咩学的下半部 读音节目好